这篇小说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天 题目叫做狼 那匹狼偷拍了我家那头肥猪的照片 我知道它会拿到桥头的照相馆去冲印 就提前去了那 躲在门后等待着 我家的狗也跟着 蹲在我的身旁 脖子上的毛僧的 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照相馆的女营业员 一边用鸡毛胆子胆着柜台上的灰尘 一边恼怒地喊叫 把狗轰出去 我对狗说 老黑 你出去 但我的狗很固执 不动 我揪着它的耳朵来托它 它老了在我的裤子上咬了一口 我指着裤子上的窟窿 对那个女营业员说 你看到了吧 他不走 女营业员看着他 没说什么 上午十点来中 狼来了 他变成了一个白脸的中年男子 穿着一套洗得发了白的蓝色的 以及卡吉布中山服 衣袖上还沾了一些粉笔墨 看上去很像一个中学历的数学教师 但我知道他是狼 他无论怎么变化也瞒不了我的眼睛 他附身在柜台前 从怀里摸出了胶脚 刚要递给营业员 我的狗冲上去 对转它的屁股咬了一口 它大叫一声 声音很凄厉 它的尾巴在裤子里边膨胀开来 但随即就平复了 我于是知道 它已经到航很深 能够在瞬间稳住心神 我的狗分开口就跑了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 一把就将胶脚夺了过来 柜台后的营业员惊讶地看着我 打抱不平地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的 我大声说 他是狼 他装着一副可凉巴巴的样子 无声的苦笑的 还将两只手伸出来 表示他的无辜和无奈 营业员大声喊叫着 把胶脚还给人家 但是他已经转身往门口走去 我知道这样他一出门 就会消失得无涌无动 果然 等我追到门口时 大街上空空荡荡 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丢一只麻雀 在捉着一摊热通通的马粪 从那些不成个的马粪上 我知道这匹马肠胃出了毛病 卫生炒敷皮 就会好 等我回到家里时 那头肥猪已经被狼开了糖 我的狗受了症伤 蹲在墙脚 一边哼哼着 一边舔尸伤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